登登 首先給大家看我跟文當 現在我們寢室的床 有沒有跟之前很不一樣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謝謝大家來看我跟文當今天的這支影片 這支影片終於可以跟大家公開 我跟文當辦完成的寢室 我們兩個現在佈置都非常的慢慢來 也沒有辦法一次花這麼多錢 所以我們就是慢慢的佈置 我們家裡的很多地方 那現在寢室最重要的床的部分 其實我們已經算是完成了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跟文當在熊本的ルムズ 就會發現我們兩個床是整個都換新了 因為我們之前的那個床是セミダブル 那小雙人床在日本比較像是 一個人想要睡得舒服一點 想要再大一點點的空間 他們就會買小雙人床 我們是兩個大人睡其實還蠻窄的 所以有時候晚上睡著的時候翻身就會打到它 會影響我們兩個人彼此的睡眠品質 在這樣之前那個床墊已經用了 非常久已經有好幾年了吧 所以就想說趁我們兩個搬到 我們自己買的這個新家這個契機呢 要換一個完全全新的床墊 之前我跟文當拍去家具展的影片的時候 也有拍到我們兩個市場的非常多的床 因為文當他最近有一點腰痛的問題 那我們那一支家具展的影片呢 下面有非常多留言給我們 其中有網友他就很推薦日本的艾維福 Airwave的床墊 做了很多功課也看到蠻多人推薦的 例如日本的東京奧運全口村 他們指定的床墊就是艾維福的 然後另外呢還有日本的天皇 都非常喜歡的溫泉旅館家賀屋 他們全部都是用艾維福的床墊 所以就更勾起我想要用艾維福的那個心情 我真的覺得就是吸引力法則 我跟文當居然得到可以體驗艾維福床墊的機會 真的是太感謝了 但是畢竟呢床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如果不滿意也沒有辦法介紹給大家 那我跟文當已經實際睡了一個月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滿意 所以就可以來好好介紹給大家 我自己最有感的是睡眠品質提升很多 隔天只要到早上7點差不多 我就會自然醒來 因為是進入深度睡眠的關係真的睡得很夠 我自己覺得這個是我最有感的部分 那我們這次選床墊有實際上去 艾維福他們的營作店去試躺 看怎麼樣的床墊比較適合我們 那大家就看一下我跟文當一起去店裡的樣子吧 我跟文當現在已經來到艾維福的營作店 那今天就來挑選適合我們兩個的床墊 今天就來補充了 所以我非常開心 我們現在蓋的這個營作跨打店 其實整個還滿大街的地方 裡面有非常多床墊可以試躺 那艾維福他們這裡呢 全部都有提供床墊的體型測試服務 那他們這裡要輸入的資訊呢 其實也非常的簡單 就可以輸入到他的身高跟體重 還有年齡、性別 接下來進行簡單的掃描測試 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身型比較適合 怎麼樣的床墊硬度 我覺得他們這個真的非常的方便 因為實際上躺了其實有時候還是不知道 自己到底是適合怎麼樣的床墊 有這樣子很大的數據庫 其實真的讓人覺得滿安心的 すごい 現在的科技真的太進化了 可以直接這樣測試 那我們文當的結果出來了 他們這個結果出來的好細喔 竟然連肩膀的寬度還有腰的高度 我們這次文當測出來的是緊織櫃選手 你也可以去打網球了 很棒 我們文當是跟緊織櫃先生一樣 他的這個高度分別是 肩膀這邊是比較柔軟的 腰這邊是標準 腳也是標準 那我是石川家純選手 和文當不一樣 他們建議這個市場的床墊 剛好就是我剛才測定出來的結果 就是肩膀最軟 然後腰分最硬 腳這邊標準 那我現在就來躺躺看 這個躺起來的感覺怎麼樣 瑠姐姐就是這樣 對 對 非常好 店員很安心 這裡的感覺很硬 這裡的感覺很硬 腳跟不一樣 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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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文當他剛才測定出來的結果 是122 所以現在要把中間那塊也換成2 試試看 對 對 對 這裡的感覺很舒服 那現在我跟文當要來測量一下 我們兩個適合的枕頭 他們這裡超酷的 竟然還有可以測試 頭的角度的東西 1.2cm 超級重的 這類型的 它們有各種 它們有各種 所以請問一下 它們可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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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中間的部份 最低的部份 所以 它們可以調整 它們在後面的部份 很高的 如果它們是高的 兩邊的位置 它們可以調整 它們的肩幅 所以 它們可以調整 所以它們會變得很輕鬆地寝返的構造 而且這首的後面也能夠支援 這裡和這裡的中間的高度 可能會比較好 好可愛喔 現在我們寢室的床 有沒有跟之前很不一樣? 歡迎來到我寢室 我都聞到寢室的寢室 真的超級複雜了 這是Ru-chan 超級推薦的 這是駕駛 小小駕駛飾以為 很高質感到很高 這是我選的 這二個是Ru-chan 獲得了 除了大家看到的棉被 還有小抱枕 還有大枕頭之外 我們床這裡還有另外給他墊一個被子 所以這上面還蠻暖的 我們兩個很喜歡 這質感很喜歡 對 但是他在其他地方有點寂寞 再加一加一加 至少只有寢室就完成了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Airwave的床墊 它實際長怎樣 還有它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整塊愛惟福的床墊 我覺得他們整個床墊是白色的 真的超級可愛的 那大家看床墊的外層呢 還有Logo Airwave 蛤? 沒有這樣 沒有迷宮 富將 沒有迷宮 我們兩個這次這一款床墊呢 是多摩式空氣編織床墊 S04 那艾惟福呢 他們這個床墊最特別的呢 是他們裡面不是用彈簧 是用空氣纖維編織而成的 那我們請問 大家幫我們打開這個床墊外照 看一下他們裡面的床墊 實際上是長怎樣 開始 高 這個床墊 這個床墊其實整個還蠻好操作的 我們打開這個床墊的外照上層 它裡面呢 首先呢 是一層棉墊 這個棉墊打開呢 就正式是他們的空氣纖維 大家看他們的床墊本體呢 不是像一般的床墊一樣使用彈簧 是Airwave 他們非常特別的空氣纖維 是日本的職人用3D的立體編織技術製成的 這個空氣纖維 是日本的職人用3D的立體編織技術製成的 在水中製作的 因為它90%都是空氣的關係 它的透氣性非常高 就可以延長深度睡眠時間 一般的床墊如果透氣性沒有這麼高的話呢 可能就會導致身體太熱 會影響睡眠品質 大家看它的床墊上面有3個數字 是122 1號呢 代表最軟的床墊 2號呢 代表標準床墊 3號是代表比較硬的床墊 我們家現在的這個1號 2號 2號 是文當呢 它在店鋪測試的時候 最適合它的硬度 對 這是我最重要的 裡面的這個床墊的硬度是可以自己調整的 所以大家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需求 調整適合你的身體的體型啊 最適合你睡覺的軟硬度 那跟大家說艾維博他們這整塊空氣纖維的床墊 非常特別的就是他們這床墊可以切成3塊 分別是肩頸 腰椎 還有 臀部 正面跟反面都是不同的硬度 它這個呢 整個要翻起來還蠻方便的 像積木一樣可以這樣自己翻過來 調整成自己適合的軟硬度 家裡回到家裡後 可以改變得更好 這個空氣纖維很好的是 它的支撐力很夠 也可以很輕易的翻身 寝返的時候肩子會變得下 外側的軟硬度 很舒服 我跟文當的數字是不一樣的 但是 我跟三個月的文當 三個月的文當 我跟三個月的文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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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跟三個月的文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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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床墊還有一個非常酷的地方 就是整個床墊都可以洗 它們這個棉墊呢 還是上面跟下面的床罩 可以直接放洗衣機洗 那它們這個空氣纖維編織呢 是可以用蓮蓬頭 直接用冷水這樣沖洗的 如果是布袋裡的 如果是布袋裡的 或是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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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很不錯 一種注意點 是 日差的地方 是NG 那最後跟大家講 是我個人覺得最推薦的呢 就是 這個床墊是環保可以回收的 回收後會來製成外包裝的材料來使用 完全不會浪費資源 可以延長它這個物品的使用性 這個東西不可以延長 不是不可以製造 對 對 平常文章都是過一段時間之後會翻身 嗯 寝得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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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toes 好 就是 日本 我今天用的枕也有AirWeb和你合作的Rofty枕 我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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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把人的枕子 我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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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到你的人 我可以做到你的睡眠 我可以做到的 我可以做到的 我們兩個目前完成到一半的寢室 如果大家對艾維福的床墊有興趣的話 相關資料我都放在資訊欄 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去看一下 但因為台灣有分店 大家也可以直接去分店諮詢 看自己適合怎麼樣的床墊 真的非常感謝艾維福給我和文當這個機會 來體驗他們這個S04的床墊 我們兩個睡了之後 真的覺得睡眠品質改變很多 睡眠品質會直接影響到我們兩個在白天的精神 然後工作狀態 我自己是覺得全部都很明顯的改善 所以真的很開心這次可以用他們這個床墊 很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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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開始很開心 我是想吃 之後 我們要改善的 我也是很驚訝 我也是驚訝 我也是驚訝 我現在改善的初日的時候 我現在改善的 兩個人叫做 都在想起 都在想 有興趣 最初是全然想不想 我今天天氣很難看 所以晚上 改善的改善 太確實 這一天 很平常 第二天的晚上 真的很驚訝 真的驚訝 iWave的床墊雖然跟其他床墊比起來 它的單價稍微比較高一點 但是我覺得它真的是值得投資 在你生活的一個商品 真的長眼看起來 很棒買東西 好 那謝謝大家看我們今天這支影片 如果我們之後呢 還有用到其他的好商品啊 還是我們兩個新疆 慢慢在布置得越來越成新的話呢 我們就在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謝謝大家看我們兩個今天這支影片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